进来 喂 邢飞 你告诉你老太太啊 这样子我接不了 对 那小子就不是人 是个畜生 李大律师 李响 李响 你在哪儿说谈一谈 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行非 我告诉你 就算我穷死我饿死 我也不接这种人的案子 别想 你以为我是在可怜你吧 我是在可怜他妈 一个老太太 跑遍全博北所有的 律师事务所都没人接 他们都觉得这案子烫手 你想一想 他那么敌视你 这事说不通 他都不认识你对不对 看他咱俩是朋友的份 你帮帮我 再找他谈一谈 算我求你了 行非 我没有兴趣 也不想了解这个人 五年前 是我亲手把他抓进去的 小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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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人家��고 一起去 我为什么 怨好 那你跑什么呀 你这一跑不越淼越黑吗 行非 你想借给我点钱 你救救吗 让我一下走吧 好不好 我不想 不想 你 不想 走 逃 太逃 看娘的你要绝对比子弹跑得快 你就跑 大伤杀的我带着你了 给你收拾 你就跑 干要是机器喽 干娘怎么办 娘 我是不像娘啊 你觉得你跑了 你娘就能爱上我 我今天把靠子给你带着 我带着你 你娘往来养她 一直养到她 你能出来给她养好风筝 可你也得答应我 在里面好好表现 争取到点出来 好好孝敬她 后来被她打伤的那个人给叫过来了 她判得很轻 可这眼看快熬出来了 又出了这么大的事 她这个人天生干事不过脑子 愣头青 可心眼绝对不坏 可能是这些年在监狱里染了些臭毛病 可她本质是好的 再说了 她从小是她妈一个人给带大的 她完了 那她妈也就忘了 这小子从小就孝顺了 就算是为了她妈 她也不会去杀人呢 她也不会去杀人呢 她这次被判的是故意杀人罪 你要是不帮她 那小虎死定了 我只能说试试 好 今天关教啊有必要养我了 没有任何小车家 让我啊得出房干活 一般五年一生的老法 才有这种待遇啊 我刚来两年 就这么信任我 天快凉了 家里的白菜买了嘛 你一个人啊别买太多 吃不了放坏了呀 又心疼了 我算了一下 我已经在里面 得了有一半的时间了 其实啊很快就会过去的 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不行了呀 那就别干你太累的活 您啊一定要包装神贴 好好的 等着我回来啊 绣经您 什么 这所有人你都要见 希望您配合 我发现他们的口供 有矛盾的地方 当时是晚上 天那么黑 不可能所有人都看清楚啊 希望您配合 好 这样吧 当时是小队长胡坤第一个报案的 情况应该他最清楚 你先问他吧 把何小虎杀人的详细经过 再讲一遍 是是 那天夜里 两点 对 大概两点多钟 我睡得这么迷迷糊糊的 就听见那黑地有脚步手 当时我特别困也没待意 突然听见有人喊 救命啊 一个精灵就把我给吓醒了 灯一亮 我们大伙都吓傻了 就看见何小虎齐在缝头的身上 手里面拿着个这么宽 这么贱的玻璃叉子 就往缝头身上刺 好家伙那血流了一地 潮子都冒出来了 那场点 您是没见着 太深了 何小虎一眼珠子都红了 就跟那死命的往那捅了 大伙圈下摸了 也没人敢上去拉 就当是那架势 谁拉他 他非连谁一块捅都不可 要说冯头跟何小虎不对付 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可你别说 那何小虎好吃懒做的 总找借口不干活 不管他行吗 大家不都跟他学了样 也就是冯头话说得重了点 至于下手那么狠吗 那血粘的呀 踩上去都抬不起脚 三个管账才把他拉了呀 冯头当时看着就不行了 他俩碎也没这么说 但算了 现在大头做的那是火 心里都只打多少座 哥 欣赵 最近 听说了点有意思的事 是猛哥呢 我哥 传绯闻了 他刚招进了一个小姑娘 想泡人家 可这丫头呢 软硬不吃 弄得猛哥也没脾气 据说他快得上相思病了 你听谁说的呀 聂红 他那疯疯癫癫的秘书 老六 你跟你那小媳妇怎么样了呀 我败了 现在找了一东北的 干什么呢 空血啊 老六 你平常 泡妞都有什么不找啊 招 无 无非还不就那几招 收拾 吃吃饭 唱着歌 待会给你买点衣服 买点手势什么的 还 还不同意 我直接约他去夜店 得给他们管多了 身不好吧 行了 行了 就知道你嘴里吐出小鸟了 是 是 大哥 我这几招都算不了 才一样跟你哪能比呀 你那招招手 小姑娘都来了 还有再问吗 再问也一样 来来回回呀 就那点事 您看看 这个人是不是睡在何小虎的上铺啊 你是睡在何小虎的上铺吧 是 案发时你在干什么 睡 睡觉 我 什么时候醒的 屋里乱了 我就醒了 是灯亮之前还是灯亮之后呢 灯亮了醒的 醒了以后就看见何小虎 骑在冯击身上 灯亮之前呢 睡 睡觉 可是你口供里写的是 你是听见下铺的声音 然后听到有人喊救命 直到灯亮了 你还一直缩在被子里 不敢出来 是 是 是 可你刚才又说 灯亮了之后才醒的 那么请问你 在灯亮之前 你听到冯击喊救命了吗 我 我 问你什么就老老实地说清楚 你离他们俩最紧 当时你到底在做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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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真的在睡觉 什 什 什么都没看见 那他的作案凶器 是从哪儿来的呢 问了他好几次了 他一口咬定是风气的 反正往死人头上推 死无对证嘛 不过我们的分气啊 有可能是野外劳作时 从外面捡来的 这就是和药虎的床 案发后一直就没动过 这是他近期看的书吗 对 从读书馆借的 没办法备拍摊 为小才见见我的当事人 小贝儿 想来啦 我重新看了你的口供 跟你的小队长和同屋的犯人 谈了话 我认为这个案情 主要存在几个疑点 第一 你和冯吉搏斗的时候 是谁先动的手 考虑到当时是凌晨两点钟 屋里头没有开灯 所以我觉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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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逗逗了啊 反正我也死定了 陪我聊点别的吧 我都五年没碰过女人了 你都那么想死是不是 你妈每天把你的房间 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就是为了等你回家 你忍心把她最后一点希望抢灭 是吗 我跟你妈妈聊了很多 她始终相信你绝对不会主动伤害任何人 她给我看了的三号学生奖状 还有两道杠的钟队长绣标 你给家里累了小厨房 这些只能让我相信你是一个小子 可是当我看了 你给你妈妈写的信的时候 我才相信 你是绝对不会主动去伤害任何人的 你也相信 你也相信 你也相信又能骗住啊 你连考量还不神经管啊 谁吗 我叫胡我告诉你 如果你总是这样仇视一切 不肯相信任何人的话 也没有人愿意相信你 这本书的结局还没看过吧 知道周志平后来怎么出狱的吗 她一次次申诉一次次被冤枉 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 新来的公安局长看见了她 她看到了她眼里的真诚 她相信她是无辜的 所以才有了后来 重新立案审查的过程 所以 你别嘴 别嘴 这什么都能想别的 没有什么天花 假的 当然有 如果你真的是被冤枉的话 我全给你说了 你把我揪住她 进来 林总 你找我 干了有半个月了吧 嗯 三个星期了 我这手啊 就时不时地发麻 我这一发麻我就想起 咱们第一次见面 如果没有你 我可能现在已经在盒子里了 那个 林总 您要是没别的事 我就先出去了 等等 我又不是流氓 我 我对你真的没有什么坏主意 我知道的 林总 你知道你老躲着我干什么 我没有啊 你有男朋友了 没有 你除了没有能不能说点别的呀 对不起 你先忙你的吧 好 好 老李 行妃呢 你们的枪奸案有进展没有 东郊的救货市场 有人私自交易管制枪弹 行妃带人去找当地的票件协查了 瞅瞅吧 看游是喜欢的吗 怎么呀兄弟 换不错吧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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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这人 生毒是吧 日居经理罪的 怎么着 都自己带上了还是我帮你啊 不是 别的大哥 这 这 这不大点事啊 咱 咱不是上家伙是吧 好啊你 不要来 就这还亲我们呢 黑哥 你给你损我了 不过你别说 这小子随脚是体力的 没准练过 对 身上没准还背着命烂呢 哥 你可别和我啊 就这些东西 还是今儿早 乔丹应赛给我的呢 说媳妇着急等钱用 我也不知道他这东西是 咋哪儿来的 那我问你 是不是存着手枪子大伤 没有 没有 真没有 行 先带我这里 走吧 走走走 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哥 整个旧货市场 也就老鬼手里可能还有点 我 我知道他家戴哪住 要不我带您去 就这儿 别哥 他知道情况 知道老鬼去哪儿了吗 进去了 都不能抓他 昨晚他们在屋子里耍钱 一窝的人全给堵上了 当时就被带走了 那你看清楚没有 是派出所的 联防还是分局的 他们 没传着服 昨天晚上联防送来的 已经做完笔录了 正准备放的 你们来的还真及时啊 人都在这儿呢 你们自己找吧 这儿呢 老鬼 你的黄光帽了 不就是耍耍钱吗 东宫加起来不到一万块钱 还是为你这样的 先生亲自出马呢 非得绕圈子是吧 行 那你慢慢想 我先睡一觉 别啊 大哥 咱这罚也罚了 关也关了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可以让我走了吧 咱俩为什么在一个屋子里 你逼我清楚 等他想说正事的叫一声 好 我最近真的什么也没干 多天抽头都没敢出 再说呢 庄稼要不是我 看着他想 因为他是博北市 北福综合开发项目的一个中心 所以我们现在到 林总监 这点规矩都没有 急事 你先过去一会儿我找你 老爷子找您 那有事你们先忙 我正好去看看 你们新项目的沙盘 不好意思 我爸在办公室啊 哥 那个沙手我找着了 是一个简牌的叫花子看见他 就在东郊城乡结合部 要拆迁的那片空房子里 他躲在最大的那间库房 这消息怎么来的 东城的扛袜子啊 是我哥们 那个那片的叫花子 都得给他交缝钱 从那交代我去查人 他就一直帮我留意着 我这条线轻易不动 知道的人很少 哥 您看是我去叫人 还是您去告诉董事长 这件事除了咱们俩之外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想得够快的 觉还没睡着呢 就想起来了 眼熟了 这是你家砖缓里搜出来的 怎么着 是要抢银行啊 还是要绑人质啊 哎呀 你千万别冤枉我 你得先瞅瞅 那抢的装针都锈住了 这弹也受仇了 根本打不响 连个小火关都不如 我留着他也就是琢磨 说不定哪天 我蒙上个棒去 胆够肥的你 借着卖旧货的名义卖军货 知道什么对 二位军官 我卖的十件货里面 十一件都是夹的 那全是用的 蒙人壮点用的 再说我也多说懂点法 你真货我真的没敢进过 还装疯 那你说去卖什么呢 我真的过长时间没开账了 要不然我也不能不配军 也都自己夹着来 你说是吧 我说你是想自己说呀 还是我帮你说呀 想好了啊 这性质可不一样 你别急 让我再仔细想想 想起来了 上个星期啊 我是出了点恍惚 不过就那么一点点 说具体的 子弹十二号 我只有这么多了 时间 好像是 上个星期三 有六天了吧 这人长什么样啊 中总个图 和脸上戴了一副墨镜 整个半长脸都遮住了 模样我没看清 但他那手一看 就是玩儿枪的 二位警官 他没犯什么事吧 怎么找着你呢 他也就是嘴边转移 转移到我摊上的 当时他灯条条西条条的 看了半天 等我快收摊的时候 他问我说有没有黄河 我说多少有点就是不多 他说不管有多少 他全包了 我就回家拿给他了 一方没了五十 他住那儿你知道吗 人家也不能告诉我 住什么地方 不过当时我看到鞋上 站了不少红泥 很有可能是从东角那一片 要拆迁的空房子那边过来的 为什么 因为那边原来有个砖友 一下雨满地都是红泥 只要是从那里经过 你就是再小心 鞋上也会站上泥 我爸要问我去哪儿了 就说去南湖工地了 您真一个人去啊 怎么也带上俩兄弟吧 人多了他就不敢出来了 那也带上家伙啊 上次猛哥 枪都让人顶太阳穴上了 放心吧 他不敢那么对我 那你小心点 赵队 前案嫌疑人现在有线索了 很可能藏在 东郊节育部的拆询器里 肯定带着武器 我和小真现在在 东郊派出所 你赶紧带人过来吧 好 没事吧 没事吧 大家注意了 给你们五分钟时间 检查自己装备 一点半留下集合 是 先生 这是您的现金请收好 请咱申笔签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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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队 前面就是拆迁厂房区 里面还有居民吗 两个月前就清空了 应该不会有人 毛利 你带一队 把两边的出口收好 是 行妃 你带孔藩军小张小王 对拆迁房屋进行排查 看看有没有逗留的群众 尽量不要惊扰嫌疑人 避免发生轻战 是 走 快 别拆迟了 我都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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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开心啊 我就是来找你的 转过来 像是什么东西 你的东西 打开 你是谁 姓林 你敢把警察带来 不是我带来的 是不是 只有拿你的命来试试了 你想邪屎我 闭嘴 你有資格跟我談天我見 你現在趕緊帶著這線頭 我去迎賠他了 你們姓林的沒有一句實話 不可能再信你們 你要想和我這出去 必須停啊 你先去吧 我先去吧 嘿 鐵論 試鑽 好 所有的房间都查遍了 只有一个房间 发现了一些零散的生活物品 像是有人居住过的痕迹 又分明 随地小便现在警察也管 随飞 怎么样了 就找着她了 是你 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方便一下 没想到碰到你们执行任务 跑这儿来方便 那这只能怪市政建许了 我在这一路上 一个厕所都没发现 总不能在路边上 等等 你要去哪儿 那是工地 我们公司自己的项目 请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好 请飞 再仔细搜一遍 是 董经常 员 lights 翔 去哪儿 我员 你在哪儿 你 在哪儿 你 你 在哪儿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 赵队 我还有事能不能走啊 走吧 等等 你开车来的 是啊 我们要看看你的车 走 有这个必要吗 我配合 来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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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妃 姓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有你要找的东西吗 通知所有的公路出口 对出城的车辆人员进行严格排查 对 所有出口都要加派警力 一犯有枪 而且枪法很准 他应该不会跑太远 回去要仔细查查 这消息是怎么露出去的 怎么了 前面地下下水管爆了 正巧凶的 请绕路走吧 你往哪儿开啊 麻烦您让崔小师跟上 我们回现场 落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走 原来这小子压根就没垮 就藏在咱们脚底下 李宗盛用的是障眼法 故意出来引开咱们追列 应该没跑多眼 快走追 走 走 出来了 你别离开博北 现在出城的路口一定都设了卡子 你到郊区找一个洗头房 桑拿什么的躲几天 也别回城里 城里面我爸和我哥的眼线比较多 明白了吗 咱就别绕圈子了 有话直说行吗 别把人都想那么坏好不好 这件事是我们林家做的不对 但是我们林家可不都是坏的 那好 我欠你个人情 有需要的地方说话 这就对了吗 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呢 就叫我大猫吧 你记住 我只接你一个人的电话 行了 行了 不用都在这儿耗着 从昨天一直在外面跑的 都先回家睡觉 来 把手机铃声开大点 随叫随到 那位 古班军 王立 你们三 马上回家睡觉 那他们先回吧 我在逃逃 不回去 在这儿守着人就能抓到了吗 看你眼睛都红了 赶紧回家睡觉 走 喂 打你接电话都不在服务区 跑哪儿去了 执行任务去了 有事啊 我告诉你啊 何小虎那案子后边 还真藏着事呢 有时间吗 有啊 那行 下里边赶紧过来 好 啊 阿姨先生 请问您找谁 李易南在了 请问您和李总监有预约吗 警察 轻手 等一下 轻手 在我童年的时候 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没有忧伤 没有哀愁 唱起它 心中充满欢乐 每当我唱起它 心中充满欢乐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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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在我童年的时候 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没有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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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充满欢乐 没有哀愁 没有哀愁 啦啦啦啦啦 la啦啦啦啦… Lalala Lalala Lalala